富邦LPGA台灣錦標賽 下個月底就要在美麗華球場開打了 今年的賽事共有20位台灣選手參賽 包含了曾雅妮在內 所有的好手都期待能夠把冠軍留在台灣 世界頂尖高球女將下個月底要起聚台灣 參加富邦LPGA台灣錦標賽 目前世界排名前四的四大天后都將來台參賽 台灣小女子曾雅妮也回到台灣 想要在家鄉再度捧起LPGA的冠軍錦杯 因為運動 因為高爾夫球 所以把整個國家凝聚在一起 今年我們有15到20個台灣的選手參賽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難得 那我覺得我們有 所以我們等於有20個機會 都可以把這個冠軍留在台灣 今年的LPGA台灣賽 有20位台灣女將參賽是史上最多 近期狀況极佳的新生代好手劉一貞 去年沒有發揮實力 今年目標直指冠軍 今年打完那個 舊金山那場比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自己跟他們並沒有差很多 那那場比賽打完之後 相對增加很多信心 我也覺得說 既然大家其實都差不多 那有什麼不可以 當然就是會希望說 把目標放在奪關這樣 在美訊高球好手環伺之下 台灣女將期許殺出重圍 在百花齊放的LPGA台灣賽 綻放出最美麗的花朵 3 2 1 請啟動 聯合報系 魏廚玉 曾思汝 張憶祺 台北報導 我們在找美訊大廠之後 我們在找美訊